各位朋友大家好 小寒之后天气特别冷 现在适宜喝一个全面煲的四污保益汤 什么叫四污呢? 污即是黑色 现在介绍的四个食材 全部都是黑色的 所以叫它做四污保益汤 首先第一样黑黑黑的就是 烏鸡 黑豆或者烏豆 150克 何手烏25克 黑棗6个 姜3片 水12碗 做法大家都知道 有肉类一定要出水 我连烏鸡的皮也不要 就是避免这么多肥油 但是很多人喜欢保持烏鸡的皮 就可以自行决定了 黑豆一定洗干净 最少浸四个小时 它才容易熟 何手烏是冲洗被用 而黑棗 比较硬 洗干净 但是我们可以保留核 但是要剪开它 容易熬的时候出味 所有材料准备好 煉针药材的水 总共是12碗 煮滚了 加入所有材料 再翻滚 改小火 今次要煮2个半小时 才再饮溶 这个功效是很全面 因为它可以保肝肾 又有健脾和胃 还保抑气血 所以可以说是全補 这个汤就是3-4个人分量 而我们选用烏鸡 因为它是给一般鸡肉的胺基酸 蛋白质 维生素B2 维生素E 鸣铁甲和鸩 含量都高 是被称为名贵的食疗真禽 而且它是保而不躁 至于烏斗 即是黑斗 是斗类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它的功能可以助长你的筋骨 令你的头发又烏黑 面色也好 同时可以明目灵心 有延连益受功效 而何瘦是有名的保抑类中药材 它有保肝肾 抑气血 污肾法 通便秘的功能 黑棗 我们平时叫它为污棗 它的维生素质含量很高 有抑气补血 健脾和胃 潤心肺 止咳瘦 保五臟 自虚损 生津液 养颜污发 通九竅 各种功能 所以这几样的食材 能够达到全面补的功效 天气这么冷 小寒的时候 是一年最冷的 有机会就多煮这个汤喝一下 多谢你们收听